我的天啊 你們有看過物攻暴擊流的企羅嗎 我自己想都沒想過 竟然在職業賽出現了 BNG的燕燕在職業賽企羅出聖劍超級秀的啦 你以為他又在亂交嗎 來聽聽看他本人怎麼說 反問一下燕燕 這一場的企羅 哇你出了聖劍而非目光耶 這個思路真的是打開了我的眼界 可以分享一下這個出裝的理解嘛 也讓大家了解一下不同的思路 這個裝備團練也有試過 聖劍就是感覺對面會出魔防出的比較多 就會出聖劍 然後目光就是打比較脆皮 是 混沌來個法穿 穿透其實就能夠解決 為何會選擇聖劍呢 聖劍搭配一技能 給到他的那個被動 然後二技能會有三下普攻 是 他那個如果有暴擊會很痛 其實也在今天的比賽當中有看到 就是許多次的那個那三下 彈彈彈出來 對面的C位是直接 或者是C位 其實我覺得連坦的那個血量爆發也是 要蠻快的 哈囉 早安 大家好 我是朋友哥 I'm yoga 我們馬上來排位實測一下 出聖劍的起羅 這場我的出裝順序跟燕燕在職業賽 是一模模一樣樣的 BMG的燕燕說 出聖劍的起羅 比較適合用在對面坦克比較多 出先靈的機率很高的時候 再去這樣出 那這場呢 真的剛剛好 對面有三隻坦克阿 馬洛斯 麥克斯 還有一隻霧己 都是很硬 基本上都會出仙靈的角色 那就可以實測一下 聖劍的效果如何啦 那當然 幼哥其實我本身 很少在玩起羅 所以我如果玩的不怎麼樣 並不是這套裝備真的不搶喔 而是幼哥太菜 菜叫多練 那有可能是對面坦克比較多的關係 所以燕燕他出完韌性血 直接上鬼面的尼南 也就是磨穿啦 這樣子講起來也合理啦 OK 看到對面在開吃魔龍 我們準備進去搶劫囉 撿尾刀就沒錯了 撿到尾刀基本上就是反打 因為在這個時期 只要拿到魔龍 那個經驗值一加上去 我們隊友都能上四等 趁現在趁亂再來反個藍區 不過我的制裁還在冷卻 麥克斯直接飛我 利用二技能躲掉了 這個藍油默托斯給拿下來了 那我們就本來沒有要追 可是默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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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回頭想要救他的同時 看到殘血的麥克斯 結果的傷害呢 沒有辦法把他抓此 反倒是我自己差點刀賽 好險深圖爾特有來救我 不然我的賽又差點大在我的褲子上啦 好的 這邊看到他們在吃凱撒 我們默托斯蹲的位置非常的雕磚喔 因為我們剛剛吃完魔龍 傷害減半 所以這個凱薩 搶搶看 哇 我們的貂蟬搶到了 我們隊友非常的厲害 看到我們頭上的眼睛代表麥克斯開了大招 那我呢 就開了我的大招 看到這個拉茲 踩到 我的傷害有點癢啊 好吧 那我們就去吃幾個家的藍區吧 裝備跟魔紋 基本上是跟BNG的燕燕是一樣的 但是奧義的部分 我不太敢確定耶 他應該不可能帶暴怒吧 因為我在想 既然他出聖劍 那有沒有可能 紅色的奧義不會帶荒蕪 反而是暴怒呢 因為你也知道嘛 出聖劍的話 你也只有25%的暴擊機率 是有點低的啦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暴怒 如果有的話 那個暴擊機率可以到41% 繼續來吃藍BUFF 這個藍 我們已經搶到幾次啦 大家可以幫我們數數看 這邊凝霜躲一下他們的大招 然後這個麥克斯啊 很殘血 我們踩不到他 但是這個亥牙踩到了 搭配二技能的普攻 砰 OK 大殺特殺 這場我們非常的順啊 主要是 我們每一個隊友 他們都很敢打 尤其是莫托斯 他蹲的位置都很深 所以我們幾乎都是會落在多打掃 你可以看到每一波的碰撞 不管在野區 還是在塔下 我們都可以形成多打掃 我一直跟大家強調 多打掃在前期很重要 儘管我們企羅這隻角色是比較偏中後期的角色 但前期算沒什麼傷害啊 但是人數優勢就很重要啦 好的 繼續掃空我們家的野區 等待下一次大招 等一下中路是可以嘗試看看的喔 OK 看到拉茲還有亥牙 大招掀開 這個小手知道我想幹嘛 他大招暈住了 拉茲成功踩到他一套帶走 但是上路我們家的凱撒路 耶娜出事情了 可是我也沒招啦 莫托斯有趕快去補線 還不錯 看到他們在偷吃 芭蕉猴 這芭蕉猴要定了 把它吃掉 86塊也是錢啦 這時候看到上路 再看到我的大招冷卻也好了 想要去踩那個馬洛斯 只可惜 踩了一個空氣 反倒是被三個大男給圍毆了 哇 我的天啊 我還想回頭踩 因為想說麥克斯犯血 結果沒想到我被麥克斯給墊死了 欸不對 我是被悟奇給打死耶 對啊 他們增傷有點厲害耶 他們是 我現在才發現耶 他們的角色有四隻是真實傷害 除了拉茲之外 馬洛斯 霧己 亥牙 還有麥克斯 四隻增傷角 他們該不會在拍企劃吧 有可能耶 全隊增傷角色 全隊增傷英雄 把人家燒爛 電爛 全部都是白色的數字 好像有點療癒喔 唉唷 大家想不想看佑哥復刻一下 全隊增傷陣容呢 這邊踩到了馬洛斯 躲一下他的拔刀子啊 他是有大招的 不急 重置一二技能 踩到 雖然他死了 但是我也死定了 殺馬洛斯花的時間太久了啦 雖然我們順風喔 可是你們可以看到 我要去殺一隻大男 那個傷害 要踩兩套技能 才有辦法把他踩一隻 要殺一個馬洛斯 結果你看我們 三換二呢 跟各位報告 目前我聖劍已經出來了 給大家看 我的普攻暴擊流 看到這個馬洛斯踩一下 然後普攻暴擊 剛剛爆了一下 大家有看到傷害多少嗎 一千四 跟大家分享喔 其實我標題是打 物攻暴擊流啦 但這物攻是指聖劍 這件裝備是物攻裝備 但其實企羅他打出來的傷害是魔攻 那個魔攻也是會暴擊的 跟他爆馬洛斯一下是一千四百左右 OK 這個麥克斯跳過來 我們直接踩空 反倒是馬洛斯這個位置竟然跳到我耶 那我的想法當然是殺後排 誰要理那三隻坦克啊 肯定是處理一下這後面這兩隻啊 踩掉亥啊 再踩一下拉茲奪一下技能 哇 極限一換了 這一波對面倒了四個人 不過也沒辦法推塔 看到隊友們非常的深啊 趕緊的過去 其實現在齁 我們已經可以感受到 我們慢慢已經沒有那種順風的感覺 就是打架打起來 我覺得是五五波啊 你看這波小碰撞二換二 二換二把他們藍吃掉了吧 雖然我這場吃了對面很多藍是沒錯啦 可是對面霧己打野 根本不需要藍buff 那我現在跟拉茲在會會 其實我在等拉茲會不會衝過來 結果一直等 一直等 等不到 等不到 反而是我擠了各位 我跟你們講 我大都開了 想說拉茲應該會去直接揍那個凱撒先� 所以我就過去看沒機會 然後要走 吃了拉茲一個拳頭加亥雅 我就殘血了 麥克斯直接飛我 雖然我的二技能是可以無敵擋掉啦 可是他下來 哇 好痛啊 那個墊 直接增上把我給墊子 有點尷尬 就連我們滿血的貂蟬都被他打到殘血 零雙倍逼出來 清完上路兵線 我本來想說吃個小魚拐 所以我就過去看沒機會 然後要走 吃了拉茲一個拳頭加亥雅 我就殘血了 麥克斯直接飛我 雖然我的二技能是可以無敵擋掉啦 可是他下來 哇 好痛啊 那個墊 直接增上把我給墊子 有點尷尬 就連我們滿血的貂蟬都被他打到殘血 零雙倍逼出來 清完上路兵線 我本來想說吃個小魚拐 但看到葉娜被追了 被麥克斯飛了 我第一個想法是 我想要去處理 他們中路那兩隻軟皮角 亥牙還有拉茲 但是他們兩個都往後退嘛 所以我就想說 不如我們就刷那一隻吧 殘血的麥克斯 他在邊草 邊邊的草叢 這不抓他 這對不起自己 先抓一隻再說 先把他處理掉 喔 普攻暴擊 1500的魔傷 然後我們再把凱撒先鋒處理 因為中路還有隊友可以守一下下 清完趕快回去幫忙守中路 就在我們回去的過程 我們隊友出事啦 這個拉子一閃 把貂蟬給揍爆了 我們的莫托斯也不見了 剩下我一個 把馬洛斯踩 但是我自己也不見了 直接被一個大逆轉 人頭贏了10顆 但遊戲輸了 肯定絕對不是這套裝備不夠好 而是我玩得太菜了 我再去多練練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